文章来源自由时报 华尔街日报报道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从1980年代末以来 约花费5500万美元买房 AI芯片大厂回答Invidia近年来股价飙涨 使得执行长黄仁勋的身价暴涨 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对房地产的投资也引发外界好奇 华尔街日报四日报道 黄仁勋在1998年在加州圣河西买了起家错 后来随着财富的增加 又在旧金山湾区和夏威夷买了平宿更大的房子 从1980年代末以来 约花费5500万美元买房 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 截至2月26日为止 现年61岁的黄仁勋身价超过690亿美元 比年初时多了257亿美元 黄仁勋主要居住在美国西岸 靠近汇达的圣塔克拉拉总部附近 他和妻子Laurite Wine在洛斯阿尔托斯山 Los Altos Hills 旧金山以及夏威夷都有房产 自1980年代末以来 他在房地产上花费了约55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惠达为黄仁勋支付个人保全费用 包括家中的保全人员 根据惠达最近提交的文件 2023会计年度住宅保全费用 为565305美元 黄仁勋1984年 自奥勒冈大学毕业后 和Laurite Wine搬到了圣河西 并在当地买了起家错 面积约1500平方英尺 有三间卧室 1988年以18.5万美元售出 同年 他又在附近买了一栋更大的房子 价格为33.8万美元 面积2300平方英尺 有四间卧室 1999年以50万美元售出 在班里圣河西后 黄仁勋夫妇 落脚圣塔克拉拉郡内的富裕小镇 洛斯阿尔托斯山 记录显示 2003年 他们花了690万美元 购买了一栋面积超过7000平方英尺 拥有六间卧室的新住宅 黄仁勋夫妇 2004年 赤辞750万美元 在夏威夷州第二大岛茅伊岛南侧 购买了一套宽敞的住宅 根据开发商网站的介绍 该房产位于威雷亚 威雷尔度假村内 是一个占地10.5英亩 临海的封闭社区 那里有约14栋住宅 记录显示 这栋现代风格的住宅 于2008年左右完工 占地近8000平方英尺 共有7间卧室 当地房地产经纪人 夏威夷生活公司的杰曼 Josh German表示 这栋房子是威雷亚 最大的房子之一 威雷亚有多个高尔夫球场 酒店和购物场所 属于南茅伊岛 两个豪华度假区之一 另外一个是马可纳 马肯娜 那里的房产 往往占地较多 乡村气息较浓 2023年8月 茅伊岛发生了严重的野火 对岛屿西部的拉海纳 造成了严重破坏 回答发言人当时表示 黄仁勋家族 为当地救灾工作 捐赠了大量资金 公开记录也显示 黄仁勋家族 也与旧金山黄金海岸的 一栋豪宅有关 豪宅在2017年 以38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买家是一个 名为VY LLC的实体 由乔伊纳基 乔伊纳基 乔伊纳基是名税务律师 负责管理黄仁勋 和Lauric Wine基金会的财物 这种现代风格的房子 位于太平洋高地 Pacific Heights社区 占地约1.14万平方英尺 屋顶呈现弧形 可欣赏金门大桥的美景 开发商比尔坎贝尔 Bill Campbell 先前告诉华尔街日报 这座石灰岩房屋的建造 耗时近四年 于2017年竣工 当年开价4000万美元 配置了7间卧室 2间葡萄酒室 一个户外厨房 电梯 剧院 和健身房